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已知A這一點是14 B這一點是21 那現在有個圓C是這個圓 現在他說 AB這個線段 跟這個圓C 相較一點 這個叫一點不是缺點 那麼他要求A的範圍 好我們現在來看 我把這個配方 我先把圓心把它找回來 這配方以後就是X 加上二分之一 這兩項配方 平方 加多少這兩項配方 Y-二分之三的平方 等於多少 我把A移過來 這個負A 加多少 我這裡多加一個四分之一 這裡要把它加回來 四分之一加上 這裡多加一個四分之九 加四分之九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 四分之十 減四A 這就是R平方 這要大一點 這是R平方 那圓心在哪裡 圓心是在二分之負一 這是二分之負一R 跟二分之三 這一嘛 二分之三大概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圓心找到以後 我現在把半徑慢慢擴大慢慢擴大 到最後的話 它會先什麼呢 先跟這個線段切一點 這個切點 就跟它垂直的那一點 有可能喔 這一點的話 你可能 因為我們這樣畫得好像比較正確 萬一的話 你畫到這邊來的話 它有可能呢 不會有那個 這個不會有缺點 不會有缺點的話 你就直接做 這個你半徑慢慢擴大 先碰到這一點以後 然後再碰到這一點 好 那現在我們一看的話 它會先什麼呢 先有一個切點 先給它相切 碰到以後 碰到以後 你再把那個R擴大以後 它會交給兩點 當什麼呢 當這個R是等於什麼呢 R的話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半徑的時候 我們還要比較一下說 這個長度比較長 還是這個長度比較長 有時候的話 沒有辦法畫得正確 那這個原型我們叫O 好 我們現在來看 O O OA OA的平方等於多少 OA的平方是 這個減這個 就二分之三 的平方 加了多少 這個減這個 這是二分多少 8減3是5 平方 那OB平方呢 OB平方 這是這個減這個 就是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的平方 這個減這個是二分之五 加多少呢 這個減這個 就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平方 顯然這個比較小 這個距離比較小 我們沒有畫得很正確 這個距離比較小 我就把他畫到底下來 好了 他會先碰到他 碰到他以後再碰到他 所以的話呢 當他碰到他的時候的話 還是 還是有兩個點 就是還是有兩個焦點 還是有兩個焦點 等那個半徑再擴大以後 這邊就沒有焦點 只有這邊有焦點 然後半徑再擴大以後 再碰到他 還是只有一個焦點 半徑再變大的話 那就沒有了 這個遠的話 就包括這一條線段 也就是說 這個我們叫做R2好了 這R2的平方 這個是R1的平方 也就是說這個半徑R 它必須呢 小於不能等於 等於的話 還是碰到兩點 小於多少呢 小於這個 這個可以等於 等於的話是 最後碰到 最後碰到的話 還是碰到一點 這裡的話 已經沒有碰到 因為這個半徑比較長 這個到這裡的話呢 比較短 所以它半徑的話 就會涵蓋什麼 涵蓋這一點 還有包括什麼呢 包括這一條線段 都被涵蓋 涵蓋在那個圓裡面 所以這個有等於 等於R1的平方 這個不能有等於 這個是大於 大於這個R2的平方 這R會比較小 等於的時候代表什麼呢 代表碰到這一點 因為這裡比較短 所以這裡還要再碰一點 所以你等於的話 它會碰到兩點 所以不能包括 好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 R1這個是等於四分多少 四分之九加二十五 所以這四分之三十四 那這個等於四分之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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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約掉四 那大於二十六 那全部減十 負四A 小於等於二十四 那大於十六 全部除以負四 全部除以負四 不等它會顛倒過來 好 四十六 所以A 它是小於負四 負四 沒有等於 大於等於的話 四六二十四 有等於 負六 所以A的範圍也在這裡 好 這是A的範圍 好